刀狼 这个名字一出 立马引起轩然大波 跳还没开抢 网上已经沸腾了 40万人疯狂预约 这架势绝了 你敢信 仅仅是个预约 就把系统急爆了 这得亏了刀狼粉丝的执着和热情 他们这骨子进而上来 什么系统都挡不住 服了服了 听说 有的刀迷为了抢票 可谓是全家总动员 夫妻俩比拼手速 孩子在一旁加油打气 爷爷奶奶负责盯着电脑 一家人就为抢张演唱会的票 也是拼了 还有更厉害的 数学没学好不要紧 抢票时该理论性首年来 一个人不行 那就叫上亲朋好友 N个人同时开N台电脑抢 总有一个能搞定吧 这波数学操作 妙啊 这股抢票热潮 让人不禁感慨 人到中年 了不起的执着啊 明明生活压力山大 可以遇见刀狼 立马燃起了少年的热血 这种纯粹 真让人钦佩 可惜啊 再怎么拼 票还是太少 有人抢到票后 刀狼的衣服都没顾上买 就赶紧去现场了 还有人 连票都没抢到 就爬树挂着听 这才叫树上的歌迷 不过 就冲这股挂票 接耳 也该让人测目了 你说 别的明星演唱会 哪有歌迷这样的待遇 爬树听歌 这待遇 也就刀狼的粉丝 独此一家了吧 这不 刀狼的衣服款式都被歌迷研究透了 就为认清哪场演唱会是哪天的 这细致程度 不得不佩服 其实啊 能在有生之年 听一回刀狼的现场 不容易 所以大家才会这么疯狂 不为别的 就为听一回歌 圆一个多年的梦 四十万人的预约 体现了刀狼在歌迷心目中的地位 这是真爱啊 哪怕一票难求 歌迷们也绝不延弃 你说 如今这个社会 还有什么能让人如此执着 又有什么 能让人燃起这般热情 也许 答案就藏在刀狼的歌声里吧 那些只积人心的旋律 那些让人热泪盈眶的歌词 不就是我们最初的梦想吗 虽然岁月流逝 生活越来越不易 但内心的激动与向往 从未消退 刀狼的歌声 唤醒了多少人心中的情华 又照亮了多少人前行的路 这一票 不仅是听歌 更是一种寻梦 所以啊 刀狼的演唱会 才会一票难求 因为在这里 大家找到了共同的情感寄托 找到了心灵的慰藉 这是一场盛大的回响 唤醒每一颗沉睡的心 于是 抢票的人越来越多 一浪高过一浪 因为大家知道 错过这一次 可能就没有下一次了 亲爱的刀迷们 让我们携手并肩 一起争抢刀狼演唱会的门票吧 用我们的执着和热爱 去感染更多的人 让这场演唱会 成为我们心中永恒的印记 一起吼出心中的呐喊 一起畅想青春的旋律 刀狼 我们来了 你准备好了吗 结语 四十万人的预约 见证了刀狼歌曲的魅力 可是 有多少人能真正抢到票呢 这场抢票大战 到底是喜是悲 当梦想照进现时 你又是否做好准备 去倾听那份激动 让我们拭目以待 刀狼演唱会的万人大和唱吧 刀狼演唱会一票难求 粉丝们为了听歌 甚至爬上树梢 这是对音乐的狂热 还是抢票机制的无奈 正晚 刀狼先生的全国巡演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每到一站都掀起一阵热潮 最近 这股热潮来到了 美丽的海滨城市 厦门 随着厦门站的售票开启 瞬间吸引了 四十万粉丝预约购票 场面之火爆让人咄舌 如果说刀狼 是今年华语乐坛的一匹黑马 那么他的粉丝无疑 就是那群最忠实的支持者 从四川出发 途经广东 南京 再到现在的厦门 每一站的门票 都是在眨眼间被抢购一空 这次厦门站的抢票情况 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让许多第一次参与抢票的 新手刀迷感到措手不及 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 刀迷们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有人全家总动员 利用人数优势增加抢票成功的概率 还有人运用数学知识 计算最佳抢票时机 这些方法虽然看似简单 但背后却蕴含着粉丝们 对于能够亲临现场 聆听楼像歌声的渴望与执着 更有趣的是 由于场地内外皆满源 挂票这一现象悄然兴起 所谓挂票 指的是那些没有买到正式座位票 只能选择站在场外 甚至攀爬到树木上观看演出的粉丝 这种情景不禁让人联想到古代戏院里挤满了观众的情景 只不过现在换成了现代音乐会 尽管条件艰苦 但这批刀迷依旧落此不疲 仿佛只要能感受到现场氛围 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当然了 这样的盛况不仅仅发生在厦门 它几乎成为了刀狼全国巡演的一个标志 无论是在哪个城市 只要有刀狼的地方 就必定会聚集起大批热情似火的粉丝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支持着这位久违回归舞台的老朋友 同时也展现出了当代年轻人对于优质音乐作品的认可和追求 不过 在欣赏这场文化盛宴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思考一个问题 当艺术表演变得越来越难以接近时 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寻找更加公平合理的分发机制 或许未来某一天 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机能让更多人享受到高质量文艺活动 又能保证艺术家权益的方法吧 结语 面对如此火爆的演唱会场景 你是否也曾为了一张入场券而拼尽全力呢 在这个数字时代 我们又该如何平衡艺术享受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 10月18日 备受期待的刀狼再次官宣将在厦门 合肥和北京三城举办八场演唱会 引发了歌迷的热烈反响 这次加场演出包括在北京联唱四场 以及厦门和合肥的多场演出 特别是厦门站 超过30万歌迷表达了强烈的购票意愿 刀狼的演唱会在此前的场次中一票难求 为满足全国歌迷的期待 他决定在这三座城市增设更多场次 这一消息发布后 迅速成为音乐界的焦点 网友 北京文旅太给力了 鸟巢可以容纳十万刀迷 网友 刀狼最应该到我们广西的南宁来一场演唱会 因为广西才是真正的山歌响起的地方 期待刀神 网友 刀狼不可能接纳云朵了 因为刀狼只有一个 而云朵又太多了 云朵当初以为刀狼凉了 自己红了 网友 北京演唱会刀狼会唱歌唱祖国吧 万人同唱一定震撼 看法 大家好 今天咱们聊聊刀狼即将在北京 厦门和肥三地举行的演唱会 对于很多人来说 刀狼的演唱会就像是一场久违的情感盛宴 引发了无数的期待和讨论 北京连开四场 厦门更是有超过三十万人想看 热度之高真是令人感叹 而网友们的评论也是五花八门 有人调侃北京鸟巢能容纳十万刀迷 有人期待刀狼唱起歌唱祖国 更有难拧的朋友热切 希望刀狼也能来一场山歌盛会 首先 咱们不得不承认 刀狼的音乐有着一种特别的魅力 它的歌声充满了苍凉和厚重 仿佛能穿透岁月直接击中人心 这让我想起一句老话 十年磨一剑 双刃未曾是 刀狼就是这样一位音乐人 虽然曾经淡出公众视野多年 但一旦回归 依然锋芒毕露 这次脸开八场演唱会 就是他对多年默默等待的歌迷最真诚的回馈 网友提到鸟巢能容纳十万刀迷的场景 的确令人瞎想 试想一下 十万粉丝同唱二十零二年的第一场雪 或披着羊皮的狼 那该是一幅多么震撼的画面啊 这种盛大的场面 不仅是对刀狼音乐魅力的最好诠释 更是歌迷们多年来情感的汇聚 我注意到还有一位广西的朋友特别提到 刀狼最应该到我们广西的南宁来一场 因为广西才是真正山歌响起的地方 这句话让我不禁思考 刀狼的音乐虽然以西北风格著称 但它背后其实是广阔的中国土地和丰富的民间音乐的灵感来源 广西作为山歌之乡 刀狼的音乐也一定会与这里的文化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就像成语异曲同工所表达的那样 不同的地方文化可以通过音乐互相交融 辉映 我相信刀狼的音乐无论在哪里演绎 都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共鸣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